那台志光的案子呢 从我们台北市议员陈崇文被在议会搜索 到目前为止刚好是半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半个月的时间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 当时签订这个25年母约的郝龙斌前市长 面对所有的质疑 他选择身影不出面 完全没有回应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个我们又看到了 柯文哲市长呢 在八年市长的任内 应该知道有问题 但是却没有作为 那甚至呢还放任了这些厂商 跟市政府的谈判来做叫嚣 甚至扬言要断网用威胁的方式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柯文哲市长的任内发生 那他一直讲说在2017年 这个费率的计算没有3M 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拿出了证明 这个费率的计算公式 就是在105年柯文哲的任内 由台志光的回函给资讯局的 这个回函当中就已经写明了 那我们踢爆了这件事情 蒋万安市长本来也承诺说要把所有议约的相关的内容都来公布 并且提供给议员 那现在又说全部不予提供选择用盖牌的方式 所以我们面对郝龙斌过去可能他的独职 再来柯文哲八年任内可能涉及图利厂商 接下来蒋万安 你又选择那么相怨的方式 那我就请问你 你到底办还是不办 如果你不办就由我们来办 资料你不送就由我跟言若方来送 我们希望借由现在司法的调查 以及现在监察院的介入的这个行政的调查 能够厘清真相 还给我们所有市民大众跟全国大众 一个公道一个真相 而不是用这个盖牌的方式 然后呢一切就不回应 就想要把这个案子给拖过去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财志光的案子其实已经好一阵子了 那不管是母约或者是警察局CCTV的子约 亦或是说从柯文哲任内上任到他卸任 签了47个子约95个案子 这么多的案子 这么多的市民的纳税钱 我们要的第一个只是真相 检调有检调的一个方式 但是市长难道没有问题吗 好龙斌为什么签了一个让利这么多的25年 这么肥厚的一个合约 议约得全市政府 议约得全台北市 那柯文哲既然觉得有问题 8年还签了47个子约 等于相当于95个案件 整个预算有高达将近14亿的经费 那我们要问的是 柯文哲你不要觉得你是事无关己 你卸任了好像在那边说风凉话 那现在以母约来讲 子约的警察局CCTV 如果以二妹一百年 这个中华电信是1684 母约应该规定说要以95折的方式 我们来编列预算来算费率 为什么柯文哲的二妹还反而更贵 应该说中华电信是1521 那在一百年的时候 那台志光应该就要比这1521再打95折 那为什么柯文哲他的二妹是1684 比中华电信还贵 甚至也违背了母约 可是你柯文哲 我们不讲三妹就好 我们讲二妹106年 你为什么让利这么多 你为什么没有依照母约的95折 跟台志光签约 那这么多年来都多付了这么多的钱 将近千万送给了台志光 柯文哲是不是有徒利 这八年来你觉得有问题 你还是照签 柯文哲你觉得有问题 你还是没有去溢价 2200元在109年的6月 6月12号的这场会议 没有任何的会议记录 2200元到底怎么定的 会议上到底有没有去杀架 有没有去溢价 居然调不到任何的会议发言过程 9点开会 主席9点35分到 会议9点40结束 这样的会议是公开透明吗 所以今天不管是好龙斌继续身影 亦或是柯文哲在媒体上 一直对着媒体说 好像不干他的事一样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前面的两位市长 讲万安既然不送 我们就把这两位市长 先送监察院 希望把这件事情 走司法的程序 市长我们走监察院的程序 是不是有徒利 是不是有赌值 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要给台北市民一个交代 因为台北市民的纳税钱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 在不清不白的情况之下 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付出了这么多的费用 我们希望说监察院可以好好调查 从监视系被调查 我们连光纤网路都要调查 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柯文哲市长 你过去在参政的时候标榜新政治 但是面对台志光 这个疑云重重 你却选择自己 像是公亲而不是世主 这半个月以来 我们也很遗憾的看到了 蒋万安市府 你们选择大推购的方式 但是没有给予我们社会 需要知道的真相 而是选择用盖牌 不提供资料的方式 所以我跟言诺方议员 今天就是来到监察院 希望能够把我们手中 之前跟市府所调阅到的公文 相关的资料 还有我们的诚情书 能够递交给监察院 也希望监察委员受理了之后 能够尽速的来约寻好龙斌 包含柯文哲等相关的人员 然后前任的市长 包含官员的部分 一一的来把他厘清 那还给市民大众一个真相 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是我们全国的同胞 都希望看见的事情 这个是符合我们想要看到新政治的 所谓的公平正义跟公开透明 谢谢 第一个 我觉得黄珊珊因为本身 她自己就是律师 那她担任副市长的任内 对于这个合约也有一定的见解 那其实在我们看到母约 还有包含警察局的紫约的解除条约的 这一个部分 其实都有载明了 就是说如果市府这边有违背 所谓我们的公共利益的时候 市府是可以来做解约 而且相关之后所付出的成本 应该要由厂商这边来负担 那我不知道说黄珊珊 过去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 你讲这个话到底是站在厂商的立场 还是站在你是一个副市长 一个这样的身份 来看待这一份的合约 当初签订的内容 就已经对台北市是不平等的 我相信你跟柯文哲市长 心里面都知道 如果你有认真的想要处理这个案子的话 我认为警察局他所签订的这个合约的内容 就已经符合解约的要件 因为不符合公众利益 而且成本必须要由厂商来负担 除非黄珊珊副市长 柯文哲市府你们的任内 觉得说难道台志光都没有违背这些事实吗 如果你们敢愿意出来讲 那就请你们说说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